哈囉觀眾大家好,我是白龍學 白龍學今天要來分享我這台 產棚有一個奇蹟 你們看就知道 然後你厲害的看標題應該就知道啦 但是你仔細看 來喔 鑰匙插進去之後 發動 冷氣有在動對不對 你仔細聽喔 它等一下離合器會堆 我們再把它關掉 又堆嘛 然後再打開喔 好 來看什麼奇蹟喔 因為經驗的東西維修的話 賽夫也沒什麼我就幫你教啦 但是白龍學就是 用經驗分享 你看離合器 咬住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它關掉 啊136它只要開一邊的話 壓縮機就會動了 來喔 騎機出來喔 離合器 齁 完全沒有再動了 對不對 這樣冷氣是不是關掉啦 開始看重點喔 打開 來喔 有到修理車還是到地外 開始出考題喔 冷氣都正常 你看這個地方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翱桿在這裡 我跟你說 我之前有發現的 它上面 你看 它的壓力開關 在這邊 有沒有很誇張 誇張說要誇張一點 那個壓力開關進行139爬 我這台型號它是4Pin的 它跟139是一模一樣 那個原理就是說 攝雷薰它會感應說裡面有沒有冷煤 沒有冷煤的時候 壓縮機按下去的時候它是不會動 那就是在補給壓縮機 然後 如果說壓力過高的時候 它會喪性好進來 過了旋轉的時候 它會把壓縮機斷掉 它就是依我所知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為什麼頭斷掉還能動 我之前這隻齁 我就發現它在漏兩枚 然後完全沒兩枚的時候 這個壓縮機還會動 我就覺得怪怪 因為那個頭如果說斷成這樣 一般都會兩枚一枚就漏光 結果它還漏了整半年 後來我們發現 可能是它前面的頭卡住 來喔 我們把 靠它走一堆了 在這裡啦 我們把它拔掉 瞬間拔掉之後 這樣嘛 它的片是這樣 這樣的話它冷氣都不會動了 我們來試看看 這種維修影片 你如果說有在DIY 在抓問題 對你們很實用 這個先關掉 這個 打開 冷氣壓縮機現在是不會動的 它不會動 因為 它那邊沒有導電 它沒有通電 它沒有US 它會判斷說裡面是沒有冷煤的 有沒有看到 有嗎 好 關掉 我們來測試一下 研判這個開關 可能是它等於我 它的彈片桿卡卡住 這台車才冷氣才會動 來 切換歐姆档 歐姆档就是這樣子 它指針會動 來喔 這個是 我之前 三九 這個不知道是老人家 為什麼我忘記了 這個不曉得是好的 壞的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然後我記得它 正常的話 它在扭 它裡面是不能導通的 它不能導通 我盡量扭得清楚 所以它現在已經是 不知道地尾腳沒辦法記了 奇怪 怎麼這樣 這正常是 它開開是有導通到的 事態是做 有啦 這裡啦 它是對角的 你看 有對角嗎 這個正常 你看喔 對角喔 正常這是不能動的 有喔 它其中一腳 所以你在這一腳 你再把它弄過來 看這裡 不會動了嘛 對不對 好喔 是對角 跟這個會動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差片 它的形狀 這是粗粗嘛 粗粗這樣嘛 對不對 這樣 這顆我會記 怎麼會老人家 沒什麼記 好 好 正常你現在 它是不能導電的喔 那你導電就不正常了 有喔 不會導電力你看喔 你看那個指針 對不對 這真的很難學 我就盡量分享給你們看 完全都不會動 所以完全不會動的時候 你把它 插電上去有沒有 它就會 誤以為 你完全不會導通的時候 它才有一個壓力開關 它這個部分 兩枚 壓力一到的時候 它點下去 它這裡 這一支 跟這一支 才會導通 這兩支是可能 高壓太大的時候 它才會跳開的 好 我們要把它裝上去了 這個 要怎麼裝呢 就直接裝起來就好了 這個 它的料好 我不知道 我記得這次不知道是好的 好 直上 很恐怖喔 它會沾出來喔 這是17盒的 我已經把它轉 它會轉鬆了 它這個 它會沾出來 我會緊張 它會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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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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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一千喔 喔 有啊 這樣還好啦 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 裝上去之後 裝上去之後 這個要導通喔 剛才方向應該是這樣 待會兒要導通就對了 好 下面 它就是 唉唷 裡面沒有什麼銅 它這支要動下去 沒關係 整個看看 外面是一樣的 好 我買了這個用筷子 夠了 到哪裡了 我覺得這支不夠 這支不夠 因為 它那個進去觸感 我覺得怪怪的 沒有銅 涼看看 啊這很害怕 我先這樣 自己量 不行會撈 這樣沒辦法 這就是 這一顆壞掉了 上面再露 你來聽看看 會露兩枚 對啦 沒關係 露兩枚 你看一下 對啦 所以有的時候 對啦 所以有的時候 零件壞掉要那個 沒關係 實驗精神 也是把它裝上去 不行啦 那裡都淋油 會燒燙 齁 拆掉 確定不行 這樣要開了 那6,500 來看一下 對啦 這個會流淋油 這是從冷凍油 確定會露兩枚 1500噴了之後 這個至少它有導通 我們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我們先把它接回去 好 瞬間 照道理講 這個沒有接 現在也 冷氣會動 我們來做個實驗 所以 我那種是 新的細茶 有的古的細茶有沒有 有的那個大片的 他們就是可以另外再改 可以修改 好 點下去要動囉 奇蹟被發現了 有喔 你看 這個就是買工學的專業 沒錯 哈哈哈哈 了解工作原理 你看這個要怎麼 去打到就倒了 就是 這樣子 但是這個也是 把它鎖上去 它這裡有喔 把引擎關掉 它這裡就是一個壓力開關 所以你現在你如果 插下去 它這個壓力開關 它這根會勃起 就會頂住 前面那個 這那個電路板 一堆機械式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剛好是卡屎 卡在上面 把東西這裡用那麼久 這個先裝上去 照光 你如果弄回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流淋了 但是沒關係啦 也是一樣 去叫一下 那個 東西來換 鎖進去之後 這個稍微掉一下就好了 來 我們用一些水來測試 看會不會漏 這是那個什麼 白同學 泡沫清潔機 不會啦 這樣 這顆 這顆是真的說 真的去拖沙弄一下 回去而已 但這顆卡住也是不行 這個再換掉就好了 同學 那白同學這一次 分享這個 冷氣這個 那個 冷秋桃阿的部分 分享同學 這個 更換的話 訂來的時候 新的也是這樣換掉就好了 所以讓同學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 可以另外修改 你仔細看這兩顆 上面的頭數是不一樣 四片 這也要四條性出來 它就是這樣延長之後 在這裡 所以這有一個 這個 反正這顆不是 它這個 原本是這一顆是這樣 一樣都是95年年份 那是可能不敢配 我這是更新的系統 應該是96才會改這個 這個跟139一樣的 但是這個改上去的話 基本上這個 兩片兩片 就是等於這個 放大板跟縮小板 這樣 大概分享給同學 今天最主要就是分享說 它這個工作原理 大概是怎麼拆裝 就是定心的把它 拴進去就好了 好啦 這次算老鬼了 來 打開手機電腦用 這個新的產品 瞬間 到了 後來就這邊 買1500 這個安裝方法一樣 我就直接裝上去了 好來 瞬間裝上 瞬間 安裝上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漏氣 這樣就正常了 不然對它會漏氣 這樣還好 沒有空氣出來這樣就正常了 好 這個 那個插頭裝上 好 壓進去之後 再度發動 來喔 現在冷氣還沒開 它是不會動的 然後我們把它 打開 等一下去 等一下去 壓縮機有離合了 好嘞 離合的話看這邊 在動了 好 所以這一顆 這樣換好了 這個 這個 不要丟 預備 預防 以後壞掉 還可以安裝 關引擎 好來 換掉 好 白同學 反敗為勝 從漏氣當中 又搬回城 這個就是 很簡單的那個 乾燥瓶 好像館長那種 壓力開關 更換了這個影片 分享同學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同學 第二就是 DIY都有風險 你要自己去瞭解 機械上的原理 如果說真的不了解的話 找一個專業店家 讓它做 這樣會比較保險 因為白同學的 幹苦人 我都要自己來 謝謝收看 拜拜